由于丈夫的意外离世 女人只能独自承担起抚养两个孩子的责任 可唯一让她放心不下的 那便是自己的女儿小美 原来小美从小就拥有阴阳眼 因此她时常能看见不干净的东西 更糟糕的是 这天早上小美就表示弟弟身上跟着脏东西 于是为了搞清楚状况 女人还特意询问小美言不严重 而为了不让母亲担心 小美便表示下午跟在弟弟身后的脏东西就消失不见了 可谁知就在这时 男孩却突然放学回来了 女人见状本想跟她聊一会儿 可紧接着男孩却表示自己太累了 因此转头就上楼休息去了 谁知这时女人突然发现 自己的女儿小美居然又表现出了吃惊的表情 难不成又发现了什么吗 没过一会儿 小美像往常一样准备上楼睡觉 可直到路过弟弟的门前 她却突然停了下来 等她往里面一看 弟弟似乎正趴在床上休息 然而与此同时 她也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 而这也是她第一次感觉到了害怕 然而正当她准备回屋的时候 屋里的弟弟却叫住了自己 小美停了一下 她本不想回答 毕竟她刚刚见识了弟弟身后的东西 究竟有多恐怖 然而为了不让弟弟担心 她还是强装镇定地转了回去 结果等她仔细一看 她就在家里面一看 我再来看她 我再来看她 她看她的三个月 她就在家里面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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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那一看 我们再来看她的第一看 她就在家里面一看